9月号 同时五星延报中 还会根据业绩增长 超预期 龙头 黑马等不同主题 来揭示不同的投资预期差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风格 筛选匹配的公司进行关注 好了 本期有看头家的五星延报功能 就介绍到这里 本期的加油时刻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这一周整个市场的下沙幅度 和大家手中品种的下沙幅度 应该可见一半 这一周市场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下周市场能迎来反弹吗 还有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2500亿的券商龙头大跌13% 整个券商股也带动了保险类个股 等等的一些个股 在盘面当中有比较大的下挫 那么我们说券商是错杀吗 还有就是今天盘面当中 半导体、信创等个股呢 有所反应能反弹吗 那这是我们对今天盘面 几个看点上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三位嘉宾将如何解读呢 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的这个观点 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 我们百瑞银的王有江 还有我们来自纯实的杨如意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刘欣 那欢迎三位 那这一时段呢 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 还有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对后市有什么样的观点 还有在操作过程当中 有哪些难点疑问 都可以发送给我们 刚才也提到了 今天大盘全天是低开低走的 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2% 盘面上来看呢 软件相关的板块是逆势走强的 像数字安全、数字货币等方向 个股出现领涨 此外呢 军工TOPCOIN电池 还有芯片等多个个股 今天在盘中表现活跃 但最终都是冲高回落 在夏天方向上呢 昨天较为逆势的金融地产煤炭 今天不仅没有能走出延续性 反而是遭遇到了补跌 并且跌幅剧前 足以反映出 当前市场正处于 泥沙巨下的这种补跌格局 做多环境应该说比较差 在市场风险完全释放之前 没有所谓的逆势抗跌的方向 两市今天的成交 7994亿元 就要上个交易日 缩量1197亿 北向资金全天的净卖出 达到45.12亿元 这就是今天整体市场的交易状况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 那永江刚才也提到了说 整个市场啊 在连续下杀这个过程大中 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周大家已经感到 哎呦 这天就像进了秋天一样 有点冷 那从技术层面的这个分析来看 我记得之前你还是相对乐观一些的 那从现在来看 整个这个线啊 是不是已经被破掉了 如果是重新从技术方面来进行探讨的话 下周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性 如果从技术走势来看的话呢 下周后半周 我们认为大概可能会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可能会迎来一些反弹的这个预期啊 三个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的话呢 是最近离安人币呢 破棄了 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五年之间 离安人币破棄呢 是发生在了2019年的8月初 然后2019年的8月初呢 到2019年的这个9月上旬 那么刚好是伴随着上证指数 有了一波反弹的行情 这一次呢再次发生了 可能以事为鉴 是不是上证指数会有望迎来一波反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今天盘中的最大跌幅 超过了10% 达到13%嘛 然后我们也回顾了一下 过去历史上面 最近的一次 东方财富跌幅超过10% 发生在了20 22年的这个2月份 2月14号左右吧 然后之后呢 上证指数也展开了一波小反弹 虽然反弹就两三周左右 但是也算是一个信号 然后第三个层面的话呢 我们去回顾了一下 就是今年以来 每次上证指数跌破前期一个低点 比如说最典型的是在 2022年的这个3月的中旬 破了这1月份的低点 然后5天之内见到底部 然后反弹了一波 然后在2022年的这个4月27号 破了3月中旬的低点 然后三天之内见底 然后反弹了一波 然后在2022年的8月初 破了7月中旬的低点 然后随后反弹了一波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呢 是也破了8月份的这个低点 那我们呢 所以大概率可能会在下周后半周 就大概两天到这个5天左右吧 可能会展开一定的这种反弹 当然从历史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因为每年的 除了2018年吧 然后过去初十年 大部分9月下旬市场 因为对长假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收敛 可能会相对偏锐 所以这个反弹可能还是一个弱反弹 真正的强的反弹的话 我们在10月下旬 可能市场会迎来比较大级别的 随着三级报的披露接近尾声 可能市场会迎来更大级别的 更强势的反弹 那其实从时间上来看 这个时间点啊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位置上的 它的一个脱底性啊 现在还有待观察 尤其是这一周有所破位之后啊 大家可能对下一周市场呢 可能还是有几分谨慎在的 如意对短期市场 有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出来 其实我的观点呢 也是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 下周再跌几天之后 很快就能见到 就是说一个反弹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 这样的一个张力的一个阶段了 但是从就是说 可能我们以比如说 以阅读为单位去看的话 我认为短期来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谨慎保守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整体的 一个疫情的反复 包括外部环境的一个恶化等等 我们都还没有就是说 得到一个改善 包括我们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慢复苏 所以我认为可能在整个的 就是说近期的10月份 或者是11月份 我还是认为我们建议大家是 就是说应对这个风险 还是要更加的谨慎一些 对把我们的仓位还是调的小一些 那其实现在调仓 是不是已经晚了 对如果说是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已经承受了这个下跌 完整下跌的话 在这个时候再去割那意义是不大 对 来看看刘欣的观点 刘欣 刚才我们也看整个市场 其实这一周的下跌幅度 还是有一些的 对 尤其是在个股承压上 尤其是昨天 整个市场的这种下沙状态 美人可能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 可能这个整体账户的下幅 可能有15%左右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平均数 那对于普通的投资人来说 在下周整个市场 有没有这个反弹的预期 如果反弹来了 我们该如何操作 好的 我觉得呢 对于整个市场而言的话呢 我觉得 从短期 中期 包括长期 应该说中长期吧 我觉得有三个关注点 来关注市场 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没有真正的 起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么刚才两位呢 都对下一周的这个短期的这个市场呢 抱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态度 短期市场会有所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恰恰是前期 就是说走得比较强的金融类的个股 出现明显的这个下沙 然后呢带动了市场的一个恐慌情绪的 这个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奔发 指数方面出现了一个较大的 这样的一根中阴线 这样的一个出来 那么就短期情绪而言的话呢 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短期反弹呢 叫成也销合败也销合 可能在这个上面 还要看一些金融股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么金融股当中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像保险啊 其实银行啊 这些个股整体的走势方面 还是不错的 因为除去今天这个阴线之外 前期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种震荡上行 底部在逐级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也是受到一些情绪上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排除不排除说 未来这些板块呢 可能还会有这种回升的这种可能性 而它的回升可能会带动市场指数 在这里出现一定幅度的 这样的一个撬头的迹象 那么对于这个短期的这个反弹到来之后 我觉得在仓位上面呢 大家还是要看自己手中持仓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就是这个位上面仓位我是要减 我还是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仓位 还是看持仓结构 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 还持有的是一些成长股 或者说持有一些比较多的新能源赛道类的个股 那我觉得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做一些仓位的控制 那么反之如果说手中是一些低位的消费类的 或者说一些低位的价值类的个股 那我觉得这个位上面起码还能看一看 那么从中期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从技术上的这个支撑位来看的话呢 上升指数在月线上面 有一根120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均线 那么在2981点附近 那么这个点呢 应该说每天它会有一个上移的这样的情况 那我预计呢 可能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呢 大概是在3050点这个附近 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在之前的话 上升指数每一次触及这个120月均线的话 其实都有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出现 那么就要从更长周期角度而言 那我觉得市场在这里的这个真正的气温 可能要对这个汇率的方面的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因为大家记得在4月27号市场出现一个气温反弹之后 5 6月份有波大的行情 那么这波大的行情 其实我们反观人民币汇率的时候 实际上在5月中旬开始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直稳定到8月这样的一个初的这个阶段 那么之后在8月中旬开始 又出现了一波这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我觉得对于汇率要做一个关注 因为汇率如果说在这个上面 未来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话 那么反过来对于A股市场 对于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呢 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所以这三个点我觉得从短中 或者说中长的这个角度来讲 大家可以从这几个点呢 对于未来市场的这个起稳的这个方面呢 做一些关注吧 刚才之所以说下周有没有反弹 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盘后呢 证监会批复首批8家的科创版做市商资格 分别为神万红元 华太 银河 中信箭头 东方 财通 国姓还有国金 就是批了8家科创版做市商的一个资格 我们想可能市场会不会从科创啊 创业版这些 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 被压的非常低的一些分类指数当中 会有一些机会 永江怎么看 那其实呢 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有部分券商的观念 就认为在6月份当前呢 科创版类似于2013年 2012年年底的创业版纸 就认为未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无论是从估值啊 还是从那么机构的这个配置层面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认为这个逻辑还是在的 其实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已经有部分的科创版的龙头呢 出现了创新高 甚至两个月涨幅翻倍的这种情况了 那么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认为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过去一年半以来 从去年的四季度 然后到今年的这个三季度 市场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如果新领元板块 整体比较偏弱 大盘是很难有明显的反弹的 如果新领板块的有反弹 大盘大概率会呈现一个反弹 所以如果下周市场在后半周 能够止跌回升 那可能会有一些新年的细分的赛道 它可能会有一个止跌反弹的 这个动作 所以这里面有些科创版的 高成长的这个赛道 我们认为也可能会有一个 明显的反弹的这个动作 这样当新年有止跌反弹 大盘大概率它会带着市场的人气 会有一个回升的这个举措 所以可能这方面 我刚好跟刘老师的观点有点相反 我就认为如果下周大盘要反弹 大概率还是得有新领元的这个带动 而对于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低估值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是现在的银行 还是这个地产 在上次来讲的的时候 我们是很看好这个低估值的这个方向的 但是其实过去两周以来 银行和地产的它的这个弹性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虽然也没怎么跌 也确实在过去两周跑一市场来 但是可能5%或者8%的这种涨幅非常有限 那这是因为市场的风格 现在从成长切到估值 大家有一点分歧 或者说由于银行或者说这个地产 它的业绩 就是有一些不缺地性 但是估值确实很便宜 所以呢 我们现在对于大金融的板块 或者说地产的板块 就是一些低估值的板块 我们认为呢 现在去做长线定投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每个月可能用十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可能分批的去关注一下 然后等待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回头去看 可能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部分地产的龙头 包括部分银行的龙头 那可能会它的价值会凸显出来 就现在的它的估值水平 是处在过去数十年的一个大的底部区间的 可能现在确实很多经济的这个数据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个周期重新复苏之后 那么回头去看 我们认为机会还是很多的 那问题是大家没有多少资金子弹了 就没办法再定投了 我估计大家在这波行情的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 在这个位置当中 确实是没有更多的腾挪的这个策略 没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补偿 所以可能我们只能看这个局势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如意前一段时间 我们是把资产分成几部分 一部分就是旧能源 一部分是新能源 一部分是银行地产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在市场当中等待它起来的这种消费 还有其他加在一块 我们把它分成四块 从总体情况来看 这四块可能都没有撑起来大盘 也都没有给出大盘一个明确的主线的这种担当 所以整个市场好像有人觉得是塌了 塌下来了 所以在下周整个市场的这种主线的寻找 或者是主线崛起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可能性呢 我可能还是目前还是看 像新能源这些赛道当中 因为它其实我们认为 这一波的这个挫傻 有可能资金还没有来得及 做一个就是闪转屯挪的这样的一个出去 所以很多的资金还是在这其中 并且首先我们还是认为新能源 它其实短期是因为我们说的 最近可能受到了一些质押等等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内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 所以我们还是看在这个赛道上 有可能它就是会有一个反弹上的一个力度 对 那其实也就是说 依旧看好前期的这个新能源赛道当中的一些品种 当然不是原先的品种 或者是调整之后的个别的原先的品种 或者是重新再找这个方向上的其他品种 是的 那刘欣今天其实东方财富下跌13% 大家说2500亿的这个龙头跌这么多 是不是错杀了 因为可能在目前大家说降低这个券商的这个服务费用等等 是不是大家理解错了 以为是在整个这个交易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些手续费要让你让让利什么的 你是来自券商的 对今天东方财富的下跌怎么看算错杀吗 首先我觉得这条消息的这个本身啊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解读方面有存在一些这个存在一些误区啊 就是可能对于说就像杨子老师刚才讲的 可能是不是因为服务费的这个下调就意味着是一些交易的一些经手费啊 手续费啊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调 那这其实呢相对来讲这个还是两者是不能够混淆的 那么客观的来说下调券商的这些服务费 其实对整个券商的整体的这个业绩方面 或者说它的这个收入的影响方面上面并不大 那么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是东方财富今天在整个的券商板块当中是领跌的 因为这里讲到了券商也好 讲到了基金也好 它的一些服务费的这样的下调 而恰恰东方财富可能是在这个基金的销售方面 或者在财富管理方面做的非常不错 而且之前是楼头的这样的一些代表 所以呢今天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那么从整个金融板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直接上券商板块跟之前的银行和保险的走势不太一样 因为银行和保险呢都是走出这种震荡上行的态势 而券商在这方面呢一直维持的是一波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觉得呢 大家呢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 对于这个服务费下调的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券商股的这个表现 也代表了大家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券商的经营方面的一些担忧吧 或者说一些不特乐观的这个情绪 我来讲之前就是前两天好像是中金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是因为它有再人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东方财富 包括也带领了其他券商出现大幅度的这个回路 而且呢从今年22年整个全年到目前为止 证券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 无论是这个财富券商的财富管理收入 包括一些佣金的这样的收入 包括一些半年报券商业绩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都不是非常理想 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 应该来说在整个22年全年 就券商板块当中 要出现一些业绩方面量力的这个情况 或者说有一些转机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说有一些对于这个消息解读上的一些误解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也反映大家对于券商板块 未来业绩方面的一些担忧不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那刚才也有一位朋友说 券商上涨的时候啊 东方财富从来不是龙头 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券商是做过龙头啊 有两个版三个版的一个上涨 但是下跌的时候一定是妥妥的龙头 那其实刚才也分析了 就是今天这则消息 对于我们判断券商未来的盈利模式 包括在服务让利过程当中的尺度 可能是不是大家有一些过度的解读 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13%可能在下周是不是市场当中会得以验证 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解读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种量化结果 那其实永江今天在盘面当中 我们还看到像数据安全呀 包括这个电子身份证啊 这样的一些个别的性创类的个股呢 有不错的表现 半导体啊也是逆势涨的 那我们说一边是压得很低 一边呢是想起来 这是不是在尝试着有一些新龙头的出现呢 你怎么看 好 那其实对于性创类的呢 我们认为更多的受到外部的一些 突发的一些实现的一些力量的催化 然后有了一波独立的相对 比较独立的行情 但我认为要分开啊 如果是芯片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类的 那这类的话呢 其实他们的业绩订单 从整个中报来看是非常不错的 相比之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高速增长 这是沾了新人的光 而性创类软件的话呢 由过去平台经济的这个整体业务的这个增速放缓 所以很多性创软件的这个企业 订单增速是有放缓的 毛利率包括整个营收 在中报的时候都是呈现了一些下滑的 所以性创软件更多的是一种 重粹的概念操作 这个板块的持续性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 然后呢 在当前的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 我们认为更多的 有一部分资金确实啊 那么在逐步的可能从新人的这个方向上面 有风流 但刚才就像杨老师说的 他的体量太大了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那么 辗转腾挪那么快的去风流出来 包括目前我们所关注的一些 这个调研的一些动向 大部分的主流机构 依然非常看好新人的这个业绩的 这种成长性 所以有部分资金分流出来之后 确实做了一些赛道的一些筛选 然后呢 对于这方面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这个资金 因为他本来之前关注新人 关注的就是新人的业绩的成长的确定性 所以他的这个审美的这个思路 一般很难那么快转变 所以他在选择赛道上面 大概率可能会退啊求其次 选择业绩成长没有那么高 但是估值比较低 但是成长依然比较确定的 那这里面的话呢 像芯片半道 特别是一些国产的芯片半道 设备的龙头 我们认为它的确定性 要比性创类的这个确定性 要更强一点 这是其 然后其他的话呢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利率在下滑 然后下调 然后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在下调 就银行的这个息差的 这个收窄的这个幅度 明显降低了 未来银行的毛利率和银行的营收 我们认为呢 也可能会有比较这个确定的 这种增长预期 所以银行这个板块 也正在受到一些资金的这种 这种关注 只是可能它的弹性没那么大 但是从历史上面 我们来看像招商银行 包括像平安银行 他们的很多的估值水平 是处在过去数十年 那个大的很低的一个位置的 像招商银行 从高点回下都40%多了 这过去数十年 就过去六年以来吧 一般招行回撤 30%都是很大的一个中期 大的底部了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呢 我们认为可能短期的弹性 可能银行不一定有信念那么强 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 我们认为像很多的一些银行 包括一些国资背景的 地产板块的话 我们认为具备非常 非常优势的这种 长期的这种定投的这种价值 其实你是更从长期角度 来回顾这一段时间 下沙的一些 比较厉害的一些品种 其实刘欣刚才我们说 市场一头是在压 一头也有一些零星的 一些小板块 在旁边当中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说在目前 大家觉得市场压力比较大 还看不清的环境之下 如果想小事扭刀的话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信创 包括半导体 像电子身份证 这些小品种当中 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呢 首先我觉得整个的信创板块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呢 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好像是有一篇报道吧 讲到了就是 国产的这个操作系统 何时能够上车 这么一个消息 那么讲到了 因为就是说 在新能源车上面 因为又要用芯片 要用半导体的这个材料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呢 还要有这个操作系统在这 所以引发了 这个信创来的这个个股呢 在今天盘中出现了这个活跃的走势 但是活跃的到了尾盘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发现 整个信创板块 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 属这个板块 整个的是属于 就是说今天受到 消息面的这个刺激呢 而引发的这样的一个 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它的可持续呢 并不是特别长 当然这其中呢 有一些个股开始出现 这种强势的这种态势 所以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可能最多的 在这些 这种小部分 活跃的这种板块当中呢 可能找一些龙头的个股 做一些 这种操作性的 这样的一些 试错的这种操作吧 可能相对来讲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但我觉得 大面积的 说大量的去参与的话 可能目前在这个市场当中 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 相对来讲 现在这个稳定性 或者说未来还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可看性的 我觉得就是消费类的 这样的一些板块 那么这波大幅回落的 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 其实我总体关注的 消费类板块 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呢 也开始出现一些 比较明显活跃的 这样的一些迹象 那么一方面 整个市场现在未来面临的 通胀压力 那么另外在目前整个市场 主线不是非常明确的 包括新能源赛道 包括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主线品种 在出现大幅度回落 包括一些资源类的品种 出现大幅度回落 整个市场现在也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消费类板块的 一些估值的优势 它的一个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业绩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保证 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资金的 这样的一些关注 类似于像 酿酒当中的一些 二三线的这样的一些 个股当中就开始出现一些 独立性的活跃的行情 包括一些食品啊 饮料啊 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 一些个股 也有一些不错的这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呢 相对来讲 短线可以对一些 活跃的板块当中 一些龙头个股 做一些短期的这个把握 那么中期的话呢 我觉得 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可能还要关注一下 整个市场 中期企稳之后 一些板块的一些表现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消费是一个方向 那么金融 包括一些地产类的 这个板块呢 可能对于短线市场的 这个企稳方面 会起到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如意 刚才我们在讲 一头是压 一头可能有一些 零星的板块呢 是想尝试着走出 他们的自己 反弹行情也好 或者是进一步的 固执修复行情也好 是在努力向上的 就是有两个方向的 刚才也看到一些朋友 在说 哎呀 那是因为机构 他们出了新能源 买了半导体 或者说出了新能源 买了旧能源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从你现在手上的数据 来看 公开数据来看 有这个情况吗 确实是有一部分的机构 它可能会先于这个市场 就是其实有一些机构 它早期的时候 可能就在前一段时间 新能源比较火热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了一些 不同的声音 可能觉得现在的估值 比较高 那么他们可能 更希望去寻找一些 安全边际 还处在比较合理的 一些区间 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机构 它早于我们的市场的 一个调整 去做了一定的布局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说从一个 大的资金体量上 尤其是从一些 这个大机构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 就是说 我们说换仓的这个速度 没有这么快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 凌乱的一个现象 对 也就是说 整个市场 还没有说 那么明显的条 没有 没有那么快 对 而且因为这一轮的 这个杀跌 确实也非常的快速 可能还没有给大家 那么快的一个 反应的一个时间 那一会儿呢 我们还将和你 继续来聊一聊 这一段时间 整个基金操作的 一个现状 还有未来的一些可能性 好吗 那其实说到这儿 对于这个短期的操作 永江 能不能给出 一个操作建议 昨天我们有一个指数 是这个盈利赚钱指数 可能有就是10% 那今天呢 更低 因为连续下跌之后 这个指数就变得更低 人气就更 就包括大家 在互动过程当中 能看出来 大家有压力 心理上 情绪上都有压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操作上 给一些建议好吗 好 其实呢 我们现在也在尝试 转变一些 这个操作的思路 就特别 因为之前 大家习惯了 心理员的高弹性 然后换到金融 包括地产这个赛道之后呢 它的短期弹性 也没有那么强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在过去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就我刚才讲的一个 长线定头 但是这个长线定头的 玩法跟我们以前 玩波段是不太一样的 就比如说 我们像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像有些股票 你比较像 归州茅台 从历史上面 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吧 归州茅台 从它的历史高点 往下回撤 大概跌幅在35%左右 很大的概率 会见到一个中期的底部 然后我们继续 会挖掘寻找降 类似一下茅台这样 它从历史高位 下跌35%之后 然后开始震荡的时候 一月十号 部分的三月关注 二月十号 三月十号 四月十号 每个月固定一天 分批次去关注 然后通过时间的跨度 来烫平它的 短线的波动 然后让我们的 十个月的 中长期的成本 跟它的中长期的趋势 底部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一般我们也回顾 他们见到 中长期底部之后 可能盘整 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花 十个月的跨度 来烫平它 然后后来当市场 终归会迎来 一波主生蛋 就当这个大盘 迎来一波主生蛋的时候 像这类的 就曾经跌得 比较惨的 这种价值龙头 很容易它可能会出现 一倍或者两倍的 这种比较大的 这种成长的空间 就是采取这种模式 我们想去关注 曾经像什么 山海机场 像招商银行 包括像 甚至像茅台 或者五粮业 就现在你如果是 从短线的角度 这些股票的弹性 是很低的 做不出来什么差价 但是如果我们 以一个偏 偏长期的角度 可能一年两年 我们等待 熬来一波大盘的 主生蛋的来临 那可能这些东西 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 比较大的机会 但是在选择上面的话 我们也非常重要 就是第一 它一定是国资背景的 然后第二 它在它的赛道里面 一定是属于毛绿 市占率 是比较高的 然后第三 就是它机构资金 对它是必配的 就是它可能 前世纳流通股 大部分都属于什么 北上资金 或者说社保 像这类的机构配置的 那它的确定性 可能会更强一点 其实在市场当中 每次都会遇到一些 相对压力比较大的 一个时间段 我觉得这段时间就算 2022年整个市场 到现在 我们说四月底开始的 那波反弹行情 新能源那波行情 整体来说是给大家 许多信心 但是只有那个结构性的 那一部分的 整个市场的回报 非常的好 整体来看 未来的这种结构性 包括市场的操作难度 还有大家的预期 都要做一些 重新的调整 因为市场在变 整体的大环境之下 我们要很客观的 来看看 目前真实的一些市场变化 那在这也提醒大家 本周六下午的两点 助超有看头家 2022年课 就会有一个分享会 本次分享会 助超将目标所定于 与强者共舞 从机构的视角来观察市场 研究行业 挖掘逻辑 捕捉结构牛的一个利润源 分享会将在 有看头家 抖音 快手 以及一材的视频号上来播出 另外的助超 新一年的有看头家的年课课程 也已经上线了 即日起到本月26号晚上的10点 新年课将有优惠活动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在有看头课程当中 进行查询 那除了助超在周六下午 给大家带来分享会之外 今年业绩一直不错的 私募基金经理高寒歌 也将于本周日下午的三点 在有看头家上进行直播 他将和大家来分享 四季度的应对和策略 选股 仓位 板块 您有关心的投资问题 都将在两小时的直播当中 一一作答 那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能够届时关注 另外呢 也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的 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那新用户呢 这一段时间呢 有超级礼包 只要下载有看头家 那您就可以在超级资金 还有我们的这个洞察信号 包括还原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 等等方面的 有一些参考 立即下载并登陆第一财经 有看头家APP 金旧银时不等闲 有看头家 让您的投资 大有看头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我们将和杨璐毅 一起来谈一谈 市场下挫之下 基金该如何应对 我们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加值一算 金日要高 一开火焰 金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我们六成的股权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了 求我了 狡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石图反映盘中 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 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石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做替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 意图为那般 揭示黄白线背后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吸 中线坐踢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石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石图 炒股更轻松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一起对话一个话题 那就是市场下挫之下 基金该如何应对 那如意 刚才你也谈了短期 对市场的一些看法 能听出来可能还是相对谨慎一些的 那在这儿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目前啊 整个基金各策略的一些表现情况 说一说基本概况 好的 杨子老师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组 就是近期的各个策略的一些数据 像八月份的各个策略的基金当中 像股票策略的基金 整体是下跌了3.27% 其中主观的策略 大概是下跌了3.36% 而量化选股类的是下跌了2.95% 其中大概是有5% 非常少数的产品 单月收益是达到了 就是说5%以上 那么相对收益方面的话 38%的产品是跑赢了 这个护身300的指数 另外一种策略呢 是我们的这个商品期货的 CTA的基金 这种类型的基金呢 八月份平均下跌了 0.96% 其中呢 CTA的趋势策略 是下跌了1.25% 套利策略是下跌了 0.66% 那么从就是说 绝对收益来看呢 40%的商品期货的 这个基金 它是获得了一个 证收益 此外呢 比如说像一些 宏观对冲类的 这个基金 它单月是下跌了 1.06% 而一些多策略的 这个基金 单月是下跌了 2.27% FORF类的基金 下跌了1.44% 那全市场当中 唯一一个 证收益的策略 是债券型的策略 债券型的基金呢 单月是上涨了 0.04% 包括市场中心策略 也是下跌的 下跌了0.88% 对 也就是现在 除了债券型的 在目前市场当中 它的一个 整体抗跌状态 比较好之外 其他的基金状况 产品 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是 基本上权限都是下跌 那如何看待 就是网年明星的 基金经理 就是他们的业绩 今年应该说 我们算了一下 几个知名的基金经理 好像都跑输了指数 怎么看这个现象 它是偶然的 还是说 我们要分行业的 客观的来重新评估 我觉得这个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去评估 像去年 其实有一些 就是这个明星的基金经理 已经表现不好了 那个时候呢 我用八个字来总结 是一个叫 均值回归和规模的反式 那今年呢 虽然说就是这些明星经经理 也没有跑赢这个市场 但是这个表现不好的 原因又不太一样了 我认为是由于 赛道获得了资金的拥顿 而白马是惨遭 这样的一个冷落 具体我们要去看 具体的一个行业 还是要不得不提到 我们的这个新能源 那新能源 其实这两年 很多股票型的基金的 一个主流的一个赛道 而我们去复盘的话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从2020年和2021年 就是新能源的一个 酝酿行情的一个主要的开始 其实2020年就开始酝酿了 2021年的时候呢 它成为了一个市场的焦点 但是白马的行情的结束 其实是2021年的年初 所以其实很多的基金经理 他并没有来得及 去把他的这个 就是说大的这个资金 切换到这个新能源当中 我们尤其重点去考察 那些明星基金经理 他们的持仓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持仓 还是很多集中在像 消费啊 医药啊 这个电子制造 这些领域 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 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这些基金的基金经理 他能成为明星基金经理 一定是因为 他坚守他自己的一个能力圈 并且他不会轻易的 去发生一个风格的漂移 所以盈亏同源 他赚得多 也是因为他坚守这个赛道 那么他回车打 也有可能是因为 同样的一个道理 还有一个具体的行业分析 其实就跟 他们非常多的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 还是粘在这个 消费这一块有关 那没办法 因为今年虽然说 消费的估值 已经杀到了一个低位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 还处在一个 经济缓慢复苏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没有复苏的 我们想象中那么快 投石还有 时不时的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扰动 那么对于消费这个行业 本身 他的这个基本面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很难的 在短期之内呢 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上涨 所以呢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 他的业绩的 这个受质押 还是和他所布局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业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 也就是说 整个市场 因为是一种 结构性的行情 而且是极致的 结构性行情 所以呢 在整个市场表现 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这个结构性 不在整个市场的节奏上 所以跑出市场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对 是的 那如意 其实我们觉得 在今年的 这种结构性行情当中呢 各板块的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客观的 回溯一下 今年到目前为止 各板块的表现情况 好的 其实今年的行情 走到现在啊 就是说 整体来看的话 就是一波几折 像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呢 整体是遇到了一个 杀估值这样的一个行情 二季度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个快速杀跌之后 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反弹 那三季度就是这个 反弹行情结束之后 又形成了一个宽幅震荡 各个板块 都是随着我们的大盘呢 在不停的波动 很少有这个独立的行情 我们可以说 这个市场呢 叫超额收益alpha 特别的少 那具体到 个别板块呢 还是有不同的情况 我分别的来梳理一下 那比如说像 这个碳中和利好的 这个新能源 以及传统能源当中的 像煤炭 石油化工 天然气这些板块呢 相对来说 还比较强势 那新能源呢 它其实是我们 整个二三季度 反弹的一个主线 那其中呢 像这个风电 光伏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的零部件 锂电池 这些细分概念 细分概念 它是轮番的在法理 和在这个轮动当中 如果今年的机构 它没有拿新能源的话 那它就没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业绩 几乎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过了八月份之后呢 我们也发现 好像这个行情 戛然而止了 那现在好像处在一个 就是一个没有 没有头绪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大盘的波动 又加剧 也在寻找方向 如果说四季度的时候啊 新能源继续调整 并且它没有守住 它上半年创造的 这个涨幅的话 那么整体 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可以说新能源 今年其实就是一个 宽幅的一个震荡 那再来看另外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 是以煤炭为首的 我认为是一个传统能源 那这个 它虽然和我们大盘的涨跌 影响非常的小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不知不觉间啊 就是说煤炭的板块的 一个涨幅 它其实已经贯彻全年了 这个供给侧改革呢 使得这个行业龙头的 这个 它的这个个股的集中度 在持续的提升 再加上我们今年的 这个限电和这个限电 使得我们这两年 对火力发电的需求 直接导致了 它的这个上游 煤炭这个环节的 这样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波动 再来块 比较冷清的是哪些呢 比较冷清的 比如说是像消费啊 旅游啊 包括传媒这一类 那这些板块 虽然它经历了 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开始了调整 而且确实估值 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但是一方面 就是我们整体 宏观经济的下行 导致的就是 这些板块 其实是压在 这些上市公司上面的 一个 一个一块岩石 另一方面呢 就是疫情的扰动 确实让这些行业当中的企业 它的这个盈利情况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短期 这几个板块 它要走出一个 估值修复的可能性 是比较难的 还有一块呢 就是比较惨的 就是医药这个板块了 医药这个板块呢 其实已经经历了 长达14个月的调整了 但是去对比 它的这个之前 其实它的牛市有32个月 那整体我们认为 医药目前还不是 特别的看好 但是我们也觉得 这个板块 它可能下跌的空间 也不大了 对 这是我们对 这几个板块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梳理 对 那如意 那我们说 在震荡行情之下 这个大类资产 到底现在怎么配置 才能让大家 在市场相对弱的过程当中 能够保持增值 那我重点 我想先聊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大类资产 就是股票啊 商品啊 债券这些 我想今天股票 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 我想聊的是债券这一块 是我可能觉得 当下这个时间点 建议我们大家去关注的 那债券市场 其实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地产债的 这样的一个违约情况 以及经济下行的一些 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上半年的时候 债券价格波动会比较剧烈 那么下半年 因为一方面 各方面的这个情绪的奇稳 然后呢 波动率也回落 包括各方面 扰动因素的消散 所以其实整体的 这个债券的市场是 它的波动是变小了 但是呢 下半年还有一些 比较就是说 对债券这个市场 还整体比较温和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 市场利率水平比较低啊 还有包括就是说 流动性也非常的宽裕 所以对于整体的债券 就是说 这个策略来说 它受益于这些 温和的这些因素 整体的债券的 一些企业的 违约的风险也在下降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就是各个债券类的基金 它的整体的收益率 是今年表现相对确定 和表现比较优秀的 这个是我们认为 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资产的 大类资产配置 叫矮子里面拔膏子了 是现在这样 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在这个行情当中 我们不追求 一定要去寻求 多么优秀 或者说经验的收益率 可能在这样的市场之下 能活着就不错了 因此我们首推在这个市场上 先看债券 对 这是你的首推 对 商品期货 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 但是它可能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商品期货的 价格现在也开始回落了 所以不如就是说 债券这个板块的 确定性那么的强 对 大类资产配置 刚才如意提了一些观点 供您参考 仅供您参考 那在FORF 在不确定的这个市场当中 他们怎么获得机会 在这能不能提提FORF 好的 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呢 就是说 不确定是一直存在的 只是它不确定的时候的 这个波动率的这个大小 我建议大家 其实是要去关注 FORF类的投资 因为刚才您说到一个点 就是明星基金 这个收益跑不过大盘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非常多的投资人 鸡鸣的痛点 在市场好的时候 我们非常容易去追这个追兴趣 然后在高点 又追了这个明星基金经理 很有可能遇到的就是 2021年 2022年 可能是长达数年的 就是对这种类型的一个 一时的这个头脑发昏 而导致的这个感受不理想 那其实我认为对于鸡鸣来说 有一种就是说投资方式 是可以避免他们的痛点的 就是把选基金这件事情 去交给就是说FORF的基金经理 让FORF的基金经理 去代替他们去做选基金的这个选择 我们可以去看很多的 FORF的基金的产品 扒开它的底层的投资 很少会去看到去追热点 或者说去追 就是说哪些明星的基金经理去 会非常的少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FORF的基金的配置 它首先是先帮大家 把大类资产配置 这个东西放在了第一层 重要的维度去做 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债券呀商品啊 股票这一块 在今年的这样的大的宏观背景之下 我们到底如何去配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才会到 我们去配什么样的策略 即使是一个债券基金 它其中都有很多细分的策略 比如说像信用债策略 利率债策略 那比如说像股票型的基金 它可能都会有 就是说有的是量化的 有的是我们说主观的 那比如说商品 商品的这个CTA的基金 可能有是做趋势的 有的是做套利的 还有非常多衍生品的套利的 这些基金 那这些策略都是由专业的 付付基金经理 帮他去做配置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的话 才会到 我们说筛选基金这个维度 所以说选基金才到 第三个维度而已 你把上两个维度的事情做好了 第三个维度再做金 你的这个业绩 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第三个维度 它一定会做得特别的专业 而不是从这个基金经理的名气 和这个基金的规模 是不是大 这些角度去看 它更多的是重点考察 它的策略是不是合理 那么把这三层做完了之后 再去做一个持续的一个调仓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市场 去做一个调仓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事情 非常的科学 那像我最近的话 我们也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 就是酷王争选 付付的这个基金 它也是在发行当中 那我们可能就会更多关注 在这样的行情之下 首选一些波动率比较低的 比如说一些套利类的策略 比如说一些期权的策略 比如说一些债券的 固收的策略 比如说一些高频的量化的 额度非常少的这个策略 放在就是说 首先在这个阶段去做配置 帮我们把投资人的这个风险 给规避掉 然后去获得市场当中 可能一些套利的这个机会 对 也就是说基金中的基金 是未来整个这个基金策略当中 可能总体的一个方向 对 好的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看大家 在互动当中有那些问题 我们一会儿见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石图反映盘中 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 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石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做替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 意图为哪般 揭示黄白线背后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吸 中线坐踢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分石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石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石图 炒股更轻松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年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 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 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 你的交易利器吧 今天也提醒大家 一起来关注我们 本周六下午两点 助超有看头家 2022年年课的分享会 在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包括我们的抖音快手 还有微信平台上 都有播出 另外周日我们有高寒歌 周日下午三点 有高寒歌的一个分享会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好了 那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来看一下 下周市场前瞻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 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风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上海整装全力以赴 为广大装修业主 发放装修专项消费券 享受实实在在的装修满减优惠 成功签约付款 最高领取2000元 建行生活装修消费券 还可额外领取 上海整装最高5000元 上海整装大额消费券 以及3万元家居建材消费券 同时享受三大装修保障权益 装修合同规范化 装修验收标准化 装修售后有保障 上海整装是上海老牌子 聚通旗下整装品牌 我们就是靠高品质的施工 成为老百姓信赖的装企 上海整装承诺 主裁 辅裁 源头采购 35家门店覆盖全上海实景展示 上海整装全力以赴 发放装修专项消费权 享受实实在在的装修满减优惠 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描屏幕二维码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和谐中华 宇度滋润 和玫瑰 天地宽广 迅势勃发 700兆赫兹黄金金短 192全新浩短 助力一万客户 成就精彩生活 更广更精彩 中国广电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刘欣刚才也看到 大家有的说下周强反弹 有人说下周反弹就减仓 给出大家下周的一个策略提醒 我觉得整个下周市场总体来看 先亿后扬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要看持仓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对于一些高估值的一些赛道类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些风险的 好的 那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九方志投提供的《投资者教育》小短片 这是金叉看多 这是死叉看空 这是阻力位 要小心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厉害的样子 这就是金线 指的是当天往前推相应时间的平均价格 MA5指的就是5天内的 MA10就是10天内的了 这就能算果吗 这是技术指标 可不是什么算命 简单来说 G线组成的各种形态代表了不同的市场运气 比如这是金叉就代表了看多 反过来变成死叉就成了看空 配合K线的时候 还能判断它的压力位和阻力位 学会这个我岂不是无敌了 所有的技术指标 都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之一 我们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潜力 市场情绪等等 家人们要去看懂这个 谁还找我算股啊 九方志投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公司与行业的全部节目内容 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那在这儿呢 也希望您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为您送出的是财经列行线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每一次期待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出台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市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板 在上海落实 英文运行一年后 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三十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十六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港铜终于承担落定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在上海 上海金的落地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仪式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华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卖搏上海 老李 我这都亏大半年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呗 我看看啊 你这个从之前的糕点跌到现在还没起稳呢 这 那我还得拿多久啊 炒股可不是五载首帘兄能解套的 这样的风险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想要摆脱被动持股的现状 我建议去学学战法 其实各种战法我也看了不少 但说的都不全 有没有针对我这种情况来呀 有啊 高抛低吸战法就非常适合你 里面没有长期大论 只说你用得到的实战干货 现在扫码领取高抛低吸战法 不仅教您跟进主力资金动向 还结合三大技术指标 帮您识别买入买出信号 自己也能看懂压力位和回调买点 那我得赶紧试试 是微信扫码领是吗 对 现在用微信扫一扫 今天领现在就能用 太好了 我现在就扫 现在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高抛低吸战法 立即扫码主动出击 走出当下困局 松江上海之根 龙凤家居工厂直销中心震撼登场 一站式家居构旗 龙凤家居不只是经典和时尚 更为您带来健康舒适的幸福生活 让你购物省心省力高兴价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